希望到時候第14代可以做好一點啦 我真的很那個 為什麼會這樣越做越 其實也沒有說Poco夢也沒有說越做越爛 那就是細節一代比一代少 還是蠻那個 我最近最近他那個洩漏不是 有洩漏一些ORS的東西嗎 我就看到那個ORS四天王的那個 超高 幹 ORS現在回想起來 ORS的那個四天王 色違 蛤? What the fuck? Fuck? No way No way Fuck 第一天就殺的 什麼東西 好 在第583次出了色違的願意娃娃 這個是 第一天 刷這隻目標 然後第一天就出了 這邊機率是 我好像連機率表都來不及做就刷到 這邊機率是90%的願意娃娃 然後10%那個夜群靈 其實 底下有100%的願意娃娃 但是我想說 看能不能有機會可以賽到一下這個10%的夜群靈 不過沒關係 這兩隻都是我目標 所以我覺得 完全沒問題 那因為他是幽靈系嘛 這個點到我為止打他沒有效果 先直接睡 睡不了嗎 好像可以 好像只能直接抓 沒有做功課 沒事 直接抓 我看一下他適合哪一個顏色 他特性嘛 特性不免 我看就是補網球了 補網球的顏色跟他很像 然後我沒有注意到他的那個 究竟是不免 他會詛咒對不對 Fuck 覺得不行的話 等一下詛咒會放第二次嗎 詛咒放得了第二次嗎 Fuck 哇 不免 什麼意思 我想一下喔 我跟你講 我看我們還是直接大獅球算 我們一隻射圍都不要放過 這次 哎呦 煩欸 我想用博網球說 不行啦 他詛咒兩次就掛啦 對不對 詛咒兩次就掛了 不然你直接大獅球吧 不要冒險 巴巴 啊 詛咒 早知道我 封印學那個 詛咒了 欸 我想說 應該沒有那麼難抓吧 我到頭來都是 每一隻都是大獅球 好啦沒辦法 沒關係我們用大獅球照照啦 再存一次 我發現好像 叉叉有時候會 活不到檔 好先出去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穿 有什麼穿凍繩 我連那個白色的那個 哨子都沒吹 讓你自己沒吹 有吧 蛤 我沒有 用完喔 好吧 慢慢走回去吧 就跳一下 好像也不用走回去 我們直接在那邊試看就好了啊 我有空位啊 呵呵呵呵 在幹嘛 看一下他的個性啊 這是哪一個 寂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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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我怕就就就怕寂寞 怕寂寞怕寂寞 怕寂寞 OK 还蛮幽灵的 老实我刚好没看到他他发光 奇怪 好啦我们就修一下吧 他的那个战斗画面 这支是因为今天是10月22号 我想说应景一下万圣节 这个是普通的愿意娃娃 设为愿意娃娃 我刚刚真的好像没看到他那个特效 我不知道为什么 没看过 他设为好像眼睛的部分没变 然后外面的那个颜色变成这个 算什么颜色啊 墨绿吗 拨绿吧 我觉得蛮好看 还不错 好 那 那这样 加一支随为解 加一支随为解 好了 我又忘记要穿到竞技场了 我们就穿到原型竞技场里面 看這個怨靈娃娃在競技場裡面長什麼樣子吧 每次都會忘記 但是之後應該刷到三代的寶可夢 都會像這樣傳到這邊來啦 這就是我們的對手 40等的鐵砲魚 這個巷尾喵 競技場等級都蠻高的 我實在找不到哪一個訓練家比較低等 色我就願意娃娃 看起來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就是跟那個在綠寶石上面 但是眼睛有變色 然後 在那個 頭像的部分 他多了一個土舌頭的動作 蠻可愛的 黃色舌頭 看起來有沒有機會可以放到招式 隨便 看起來能不能看到他的洞 啥 可以打我 唉唷 有扛作了扛作了有機會 可以放到招 嘴巴傷害了 吐舌頭攻擊 那怨影娃娃真的蠻可愛的 在那個競技場 那這一次的目標其實 主要就是幽靈系啦因為畢竟10月份 這個萬聖節 應景蝦 當然之後應該也會 看能不能在 萬聖節之前多刷一點幽靈系吧 那麼就祝各位 刷到色違目標盾找你出來 當然啦 下一隻色違見 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